最近香港還有幾個大地產商都是一個財團的年手 而53.5億的頭都只有住宅地 你怎麼看呢? 那倒是說近十年最低的價錢 為什麼呢? 我想地就一幅幅 又不會幅幅地政府會這麼賤賣 但是你經過這次 其實大家明明都看到什麼資料 都不知道做什麼的 明明是全香港最中心的地方 但是現在變成廢城 真是一個廢城 車又不到 鋪又不開 你在這個位置再賣地都很難搞 最初那一陣子 有些是不是太過走得出海皮那邊的 都近市中心那些 都大吹大吹 撥過一班人去買 結果現在買了那些蟹了 全部都坐了艇 那現在你這樣再 那些發展商都知道的 就是你再賣遠一點 再建遠一點 其實你無論是辦公室或住宅 你再賣出去或租出去也不方好價了 因為始終的位置真是頑皮的 就是你整個那個郵輪概念其實不是很做得起的 你最近見到多少個郵輪而已 都是偶爾來一下 那你偶爾來一下 你那些人有時有時沒有 你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說 不敢在那裡做的 就是你在那裡開個店 開吃市 你一個星期七天可能六天都拍烏印 只有一天就突然間很多人來 做生意做不及 見到錢也賺不到 那你變成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說 是做不過的 那如果你說做辦公室呢 你知道現在就是中環那些空置率都很高 你搞到他啟德那麼格勢就更加無人租了 那如果你住宅也是啦 就是唯一一個好處就是看到海 除了看到海之外 你都是很不方便的那裡 就是你落到樓下 舖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白沒有 是吧 就是 車都沒得搭 那你想一下這樣的配套 你怎麼叫人進去呢 所以現在來講 就是 大家想個市場又不遷就呢 我不會覺得很奇怪啦 賣到一個差的價 那怎麼看那個熱界呢 它看淡一點地價的原因呢 大家都不看好的啦 但我想 我想都是一幅幅地啦 不是一幅幅都這樣的 假使你山頂那些 你拿出來賣 但是我想又不會那麼差的 但是 但是就是現在的前景都是審慎啦 除非政府就是拿出來拍個底價是真的肯貼市或者有些折讓 因為現在的地產商它也都有在大陸的一些生意 現在都糟糕了 那邊都在爆煲 是吧 那你最近見到有些股價都扔下去了 那就是它自己可能 都要留下多少少少收入上的資金 未必說這麼進取這麼多投資 就是一向香港的地產都是的 你有地它就不妨買 它會存的 問題就是大家現在開始評估一件事就是 那個樓市會不會結構性的出現問題 就是長遠來說會不會一沉不起的 就是有些這樣的憂慮的 就是之前是沒有的 之前說一定是不死的 說樓市是 總之你麵粉貴了 麵包一定會更貴 你記得早幾年前還在說一些話的 發展商從來不用輸錢的 就是一向都是這麼說的 但是當然了 現在在跌市就不是這麼說的 就是整個 整個 現在大家可以評估究竟它是 它是一個純粹好像97那樣的 是可能跌幾年跌完啦 還是說不是的 像日本那樣 有很差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大陸那些東西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搞定 就是你現在香港的情況一定是緊跟大陸的了 大陸虧了多久 香港虧了多久 大陸現在沒有盡頭 不知道什麼時候 柱光什麼時候會出現 所以這班人其實不會太過進取 就是你從發展商來說 它如果一頭一頭地 它看到是可能虧了 都是三幾年的 三四年的 它慢慢弄得來 起得好 到時候市場回來 它賣也好 什麼都好 市場會回來的 它才可以計算 但是如果你說三幾年來 經濟不會逆轉到的 起碼如果它是這樣評估的話 它就不會這麼進取做事了 那港府之前就說它不會賤賣地 今次就看到它是賤賣地 那它只是這樣說而已 大家測量界都有報價出來的嘛 是吧 賤賣賣不是任說的 你測量會股價 銀行也會股價 大家分析完股價也有個範圍了 那麼如果你政府是站得硬的 那就沒有人拍咯 沒人入標而已 沒有人入標 那當然看你的庫房捏了多久 如果你擠擠健紅的都沒有什麼OK 那就OK咯 但是如果你說急著要的 說真的 你現在不賣 因為遲些真的衰退來 市財差一點 那你更加賣不出去 到時的家更賤 這些他自己都會計算的 所以去到某些位置 你說不賤賣不賤賣也要賤賣 講起來難聽一點 他是不喜歡聽的 但事實上你貼市開價而已 你開價不貼市的 離地了 怎麼賣呢? 另外你都看到童英年有學大陸說鼓勵香港人趁現在去買樓 沒有聽過說話 怎麼樣? 他說這個時間是這樣 最好的時機嘛 鼓勵香港人買多層樓嘛 不斷說 因為香港就沒有聰明 現在跟著大陸就最聰明 那你大陸那邊開始捕樓市嘛 開始做的嘛 那現在變成那些人感覺過財夜 就不懂得做 不懂得跟著大陸 因為大陸現在股票又減染花稅 樓市又開始捕了 那你現在香港又說減染花稅 咦咦咦 樓市又不肯切辣 那就是這樣那樣咯 但是香港的情況和大陸也有些不同的 就是大陸現在爆煲爆得很厲害的嘛 很多地產商倒閉 那你香港又沒有地產商倒閉 都沒有 是不是? 大陸現在很多人失業嘛 那你香港是不是很多人失業都沒有 那變成你整個局不同 即是你很難說一模一樣樣跟著捉的 即是如果你政治掛稅 當然要讓人跟著捉的 那跟著捉就能死 跟著一起死 但是實際上暫時又不需要這樣做了 那香港政府是自己的想法的 還有最近香港10號封口之後又黑語了 李家超在說香港要變成一個慈善中心 什麼叫慈善中心? 不知道啊 你問他 我真的不明白什麼意思 為什麼金融變成慈善呢? 不是 那你慈善的事情你喜歡就自己做了 就是我不知道全世界是哪個慈善中心 就是慈善機構有很多 國際性的也有很多 但是一個慈善的中心 那麼意義是什麼? 我看不出它有什麼具體 真是說不到 另外這幾天都是香港舉辦的一帶一路的論壇 那麼他就說在香港已經是重返世界的舞台 然後又說這個變成會一個國際經濟的一個重心 你怎麼看? 其實大家都有眼看的了 不過是這樣 大家有眼看香港是什麼環境呢? 一回事 他說重返西洋 這個我聽你說 如果他真的這麼說是重返呢? 就是他都知道香港是離開了的了 只不過他現在在討論 他現在在討論就說回去 OK? 但是這個可犬又怎麼樣? 就是回到尾 我可能有眼看了 就是你如果連政府自己都承認回到去 自己都這麼緊張的人移民 這麼怕錢走 其實你都看到那個情況是多嚴重 就是我與其你說評價他的說話 不如你解讀他的說法 他的說法就是帶出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情況都是很差 但是這樣說的用意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唱好而已 說好香港故事而已 但是你唱好的進一步是什麼呢? 其實你都是想一些東西回來的 如果本身的東西是有回來的傾向 就不用你唱有蛇前香 那你如果要唱的就好 其實都有限 那你這樣解讀我